好,我们先回家上几课内容啊 上几课讲什么来着 上几课讲的是回忆是吧 回忆回忆一些更以前的这个前辈 比如说奥斯特是吧 最比较早最早提出这个呃 这个电流旁边的电这个指南针 他转悠了 这这谁呢 奥斯特是吧 后来呢 安培是吧 就是右手定则 还有谁呢 欧姆 欧姆他呢 这个我上次说错一点 什么呢 就是电阻的大小和导体的长度成正比 说这导线越长 电阻越大 和横间面积成反比 说导线越粗 电阻越小 然后还和电阻率有这么一个一个正比关系 是吧 是这样的 那么还有法拉第是吧 法拉第是是这个是理论物理学家呀 是实验物理学家呀 那显然实验物理学家 他做了很多实验 还记得那个水银 然后电动机 然后发电机 是吧 发电机有直流交流 他都能发 是吧 哎 所以呢 当时呢 不管是发电的装置 还是用电的装置 都是一个人造的 所以他能关联的很好 对不对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最早最早编码的人 跟解码的人 回忆回忆 什么叫编码 什么叫解码来着 哎 把说出来的这个这个意思变成 比如说把字母吧 把这字母变成什么呢 变成滴答 是不是叫编码 把滴答变回字母呢 就是解码 编码的人跟解码的人是同一个人 他是不是就沟通起来 很方便 因为他就是一个人不用沟通啊 哎 法拉第呢 确实发了电了 而且让这电也动了 但是他这个只是一个感觉方面的 就是他确实能动 但是具体来说怎么着 才能让他定量的哎 怎么动 什么速度 让他周期是如何的 怎么能够定量的计算 这就得写方程 这时候就不能靠实验了 得靠什么的 得靠琢磨 什么和什么成正比 什么和什么成反比似的 就跟那个电阻那似的 是吧 哎 这就需要理论物理学家 Zeroid 是吧 Zeroid 就是物理学家中的数学家 能用数学方法列出方程的人 哎 不但能列出方程 这人他还预测了电波的存在 什么叫电波呀 我们收收音机 看的电视 卫星天线下来的 包括发手机 离不开电波 这人是谁呀 那我们还得回到1831年 的6月13号 啊 1831年的6月13号 哎 谁在这儿 Born了呢 Born here了 哎 James Clark Maxwell 啊 是一个自然的科学家 哲学家 自然哲学家 那么 他呢 出生这个地方 在叫哪呢 哎 叫这个 苏格兰 啊 是一苏格兰家庭 爱丁堡 印度街14号 他的父母呢 三十多岁的时候 彼此还不认识呢 三十多岁的时候呢 就是后来认识了之后呢 相识相爱 结婚 都是投婚 就是第一次 第一次结婚 哎 他母亲先生下一个女儿 但是婴儿时期就去世了 将近40岁的时候 生下一个男孩 这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叫什么呢 刚才这个 James Clark Maxwell 哎 为什么起这名字呢 为了纪念他的祖父 哎 因为前面有一个孩子先走了呀 所以特别就对这麦克斯维就宠爱有加 哥子含在嘴里怕化了 是吧 哥子脑顶怕摔着 哎 不能冷了 不能热了 哎 当然也不是这么夸张了 但是总而言之为了他这个生活的更健康 他父母呢 就离开城市了 哎 当时呢 就是也都是住的城市就很时尚 是吧 但是把他给给他 为了让他健康 把他带到乡村去 乡村别墅 是吧 哎 苏格兰乡村别墅 哎 叫格伦来庄园 周围呢 就是空气也挺好 还有一条小溪 然后反正就是好多玩的 就比比这个现在小朋友玩的东西多啊 我觉得就是在大自然当中玩确实挺爽的 那这个麦克思维呢 因为他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新鲜的东西啊 他他总是问是吧 问这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草坑里蹦的逮着什么问什么 比如说这个这个地上的虫子为人爬 是吧 天上鸟为人飞 呃 这个大叔为什么向上掌 蚂蚁会不会说话 是吧 猩猩为什么会眨眼 早上太阳为什么是红的 哎 他父亲呢 就得这个耐心的回答孩子的问题啊 当然这个一个问题可能引发另一个问题 所以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那麦克思维三岁的时候呢 他他弄了一小铁片玩 这铁片啊磨的亮光亮 不是就跟镜子一样 麦克思维突然间意识到 这个每当这个铁片从窗户射进来的太阳光照射的时候 就仿佛看见了就抓住了太阳 他他他他他跟大人说 哎我抓住太阳了 我抓住太阳了 哎他非常兴奋是吧 但好奇心也很强 哎 从从小就喜欢鼓的东西是吧 鼓修鼓修门呢锁呀钥匙啊 是吧 哎 这也不一定是拆是是修 反正反正还给他妈讲原理啊 他妈呢专门在家教他啊 这个这个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庭妇女 他和他爸呢就没没事就在这个乡村农场里转农场里转这个呃他有一个姨啊叫珍妮是吧他这个珍妮阿姨呢经常也也带着他玩哎他有一次问这个啊珍妮阿姨这么一问题珍妮阿姨这苹果啊这拿一苹果吗拿一苹果说哎苹果为什么这么红啊哎那么这个珍妮阿姨就说那个你先不要管为什麽呢你先不要管为什麽呢他和他爸呢就在这个乡村里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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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为什么这么红你先把苹果吃了吧哎 那么麦克斯维呢 这个还一边一边就继续思索并没有去吃是吧就你仔细看吃饭的时候有些人呢就是筷子不离手有些人呢就过一会儿放一下筷子哎呦反正这这人这人就各种各样的是吧有人一口都不吃这这就很古很就是挺有意思的你这怎么怎么叫就像那个那叫什么来着 奥斯阿他为什么能发现这个指南针转转了哎他不是说哎照妆照方抓咬啪啪啪哎呦这摆摆几个姿势要用心去体会这个世界这样才能够真正有所发现是吧哎那么这个珍妮阿姨给他一打岔他没他没跑是吧他说这个那为什么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出他是红的呀哎这个这个珍妮阿姨就很困惑 是吧 这个问题 跑路有问题 问来问去 问来问去 没个头了 他就说 这个问题啊 比较复杂 你先去吹泡泡去吧 弄一肥皂泡 你先玩吹吹肥皂泡去吧 那么这其实就是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是吧 麦克斯维呢 果然他就很喜欢吹肥皂泡 这思维一下 给过去了 那么吹了一会儿呢 他就问这个珍妮阿姨 说为什么这个 这个肥皂泡上 有这么多好多种颜色呀 他这个珍妮阿姨崩溃了 这个 找到麦克斯维他妈妈了 说这个孩子问的问题啊 太难回答了 他妈妈其实也 也回答不了 找他爸爸 麦克斯维他爸爸 拿出一本书来 这个问麦克斯维 小麦克斯维 说你认识这上面的字吗 麦克斯维就念 光学埃萨克牛顿 他说 对 这就是牛顿写的书 专门讲这为什么苹果是红的 为什么能看红的 这事 麦克斯维当时就很震惊 是吧 这个孩子心里面就有了一个重要的人 重要的偶像 这是偶像很重要 你看他的偶像 就是写方程的 是吧 就写牛顿三定律的 牛顿就在他这个心里边 有了很重要的地位 还没长成人 长大成人嘛 就很认真的去读这个牛顿的书 那么不过呢 当麦克斯维 小麦克斯维八岁的时候 他妈妈生病了 也就是他妈妈那年正好48岁 由于一个失败的手术 麦克斯维永远 离开了这个 他妈妈永远离开了小麦克斯维 那么麦克斯维呢 和他的这个姑姑一起 还有他爸爸一起生活 那么这就是他爸 想让他学习啊 然后想给他请了一个家教 但是这个家教呢 跟这个 就强迫这个麦克斯维去学拉丁文 但是这强迫方法又 又不太好 他老拧着他耳朵 强迫学 把耳朵都拧住血了 麦克斯维 那你说小孩不愿意去游泳吗 那游泳也不行 拿一口肝子 把他把他这个 还给人起外号 叫叫小鸭子 还是丑小鸭呀 就就把 就反正这个 弄得挺不愉快 后来这个家教啊 也也辞退了 辞退了 那这孩子得上学呀 去哪上学呢 到这个爱丁堡公学去了 嗯 这个 麦克斯维呢 就是开始 就是后来的生活呢 开始在这个 庄园里的父亲 和住在爱丁堡的姑母之间 这个 这个 来我来去走 来我来去走 那他在爱丁堡公学时间呢 这他的一些玩具啊 你可以看到他 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是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混色器 如果你要让他转转转转转转 转得很快的话 因为眼睛是有这种视觉暂流的 一停之后 他认为这混成一个赏了 哎 他小小时候不爱玩光什么的吗 这谁带他玩的 这个呀 哎 这是他这个姑姑家的一个 一个姐姐 表姐啊 比他大八岁啊 他带着带着玩什么呢 就是做这种转动的小盒 哎 你看这小盒通过这一看 一空那儿看 这是什么 一张画转起来呢 这画就动 哎 转 哎 这他 他姐姐比他大八岁 与其说是这个 哎 跟他一起搞发明 不不不不如说是红小孩玩 啊 这个 他 他姐姐画画挺好的 哎 带着做这么一个 一个画 是吧 然后就转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可以有 有一连串动作的猴子 哎 一块 哎 麦斯维一看猴子转了 猴子转了 是吧 猴子转了 那么 他们管这个叫磨合 哎 管这个叫磨合 麦克斯维也 也开始学这个画啊 画的 他画的一个比较出名的叫 神牛跳月啊 一个牛对着月亮看 哎 这个月月 就想要跳去 跳过去 只要一转 这个月亮从弯月变成满月 然后 神牛跳进去 包括这个 这个小蝌蚪怎么变成青蛙呀 哎 一步一步的 这个他姐画画好啊 然后配合着 哎 这挺有意思 那么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 这其实我不知道是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是确实是他以前做的一个东西 可能是自己做的玩具 是吧 他动手能力也很强 包括法拉第 你说法拉 就是说 麦克斯维说 他是理论物理学家 但是他动手能力强不强 也很强 是吧 法拉第 虽说他是实验物理学家 但是他能琢磨 也能琢磨出 这个电力线 这回事 是吧 磁力线 这回事 电厂 这回事 对不对 哎 所以呢 这个都是相互促进的 只要偏向 不能说绝对的 哎 就就就 绝对了 就就很危险了 那麦克斯维 长大了 长什么样呢 哎 这个 下一张照片呢 可能 可能会比较震惊 比较震惊 哎 这就是 这个麦克斯维 思维能力很强 麦克斯维 跟这思维没关系 啊 这就是英文名字吧 麦克斯维 麦克斯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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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年轻的时候 啊 这个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 这个 学校里边 或者什么地方挂的 这个人头像啊 都是 这个老人 是吧 一般都是 大胡子 啊 这个 但是呢 所有的这个 大胡子老人 都有这个年轻的时候 是吧 哎 都有这么一个正态阶段 啊 这个 这个最早最早 还可能是有一个婴儿阶段 当然这个图呢 我可能画的不太准 真正的照片是这样啊 真照片 他手里拿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混色器 是吧 混色器 那么当时呢 他这个刚开始来到学校的时候 可费了劲了啊 他这个 这个口音呢 就是 就是 不是那种 因为他总小在这个乡村生活嘛 他不是那种 很时尚的所谓的口音 而且呢 他穿的是父亲设计的衣服和鞋子 他父亲 就是 是 按照他的 理想 理论来设计的 并不管这个 这个 这个 一些裁缝的 一些传统啊 什么的 就是 所以他穿的衣服呢 也容易引起别人的这个 这个嘲笑 他的同学就觉得挺土的 给他起名叫 戴夫体 戴夫体 怎么写呢 这么写 D A T I E D A T I E D A 戴夫体 戴夫体 F啊 这还叫F 戴夫体 戴夫体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比较笨的人 笨蛋的意思 他呢 就是 默默承受 承受了很多年 那么 这个 因为 因为那会儿上学的孩子都比他大好多呢 但是他也有这个同龄人啊 跟他这个年龄差不多的 一个叫刘易斯 一个叫皮特 这俩人呢 跟他都是这个一辈子朋友 从最开始十多岁的时候 他还没适应学校生活的时候 开始 虽然十多岁的时候他没适应学校生活 但是13岁的时候他就是 他他一开始不行 但是他后来特努力 特努力之后怎么样 赢得了两项大奖 哪两项呢 数学跟苏格兰诗 诗歌 他虽然不喜欢拉丁文 但苏格兰诗歌写的挺好 这俩完全是不搭界的呀 完全不搭界是吧 一个是数学 一个是诗歌 有文有武吗 不是叫有文有武 有文有理是吧 有理有记有诀呢 那么 而且呢 他兴趣很广泛 但是他对考试 没什么兴趣 他就 就就就就喜欢什么呢 这个 喜欢这画图 几何什么的 他画了一什么呢 这就是 用一个绳子 画出一个椭圆 这么一事 他写了一篇文章 写了一篇文章 那么这篇文章呢 就很实际 当时的文章 其实都是挺实际的 就是 就是从实践出发 那么他爸爸 很 就是感觉挺挺牛的哈 把这个论文呢 就给这爱丁堡大学 这个教自然哲学的 这个 老师来看 这个老师说 这个太 就当时 这就是没人想这事 就椭圆到底怎么出来的 没人想 所以感觉 这是14岁孩子 坐的吗 哎 把他 把他这个 召到爱丁堡大学 成为一个 呃 大学生吧 哎 最开始的爱丁堡公学 是相当于中学的意思 啊 啊 就是 他就是中学吗 公学就是 那么 那么 这爱丁堡大学的 这个 老师叫什么呢 DJ 福布斯 啊 福布斯 那么他 就让 而且他把这个 就是那个 用一个绳 画椭圆 那个在爱丁堡 皇家学会 会刊上发表了 还记得 这个皇家学会 会刊吗 皇家学会 是吧 啊 Royal Society 是英国的 是吧 英国呢 那他好多地道有伦敦呢 就伦敦的皇家学会 就是总舵 我我感觉 皇家都不是在伦敦吗 应该是吧 那么这个爱丁堡呢 就是分舵啊 皇家那边 法拉第就在伦敦 伦敦的皇家学会 不久之后呢 麦克斯维又写了一个 关于这个椭圆的 还有这个曲线的特性的 这么一个文章 还写了一个光学特性的文章 哎 他的他后来 后来有人去写他的传记 然后呢 就是复制了这文章 应该现在还能找到 这些文章就显示了麦克斯维的两个特点 严密性和对几何论证的偏爱 跟牛顿一样 那小时候不是喜欢牛顿吗 牛顿就是喜欢严密性 就是做事情做的很严密 是吧 哎 而且呢 他喜欢那个几何论证 这从几何方面 椭圆 哎 怎么弄的 他怎么怎么 包括牛顿微分积分什么的 是吧 当时这麦克斯维啊 赶上了 正好有三位 很出色的老师给他上课 哎 说这个左边这位 就是教逻辑的哈密尔顿 是第一位 是吧 右边这位呢 是教这个自然哲学的 这麽斯福布斯 就是把他论文看了 然后发表 招他来学校 这 还有一位呢 这两位 还有一位 没找到照片 是吧 三位大师 还一教数学的 菲利普 啊 教数学的 教自然哲学的 教逻辑学的 这三门呢 这个 其实 谁都不爱着谁啊 但是呢 正是因为这种原因 所以他才很综合 就是最早的时候 你想 这个说 所有的大学专业里边 最早的专业是哪个专业啊 也没有 就最早 可能还连大学都没有呢 大学整个来说 是一个专业 然后一个一个家属专业 然后在学院再怎么样 对吧 最早的时候 学院呀 系呀 专业分的不是那么细致 什么叫University 是吧 宇宙万物 无所不包啊 University 他呢 这个 当然麦克斯维 除了跟他们学之外 也主要这一个人 他想想这个学东西 别人的力都是外力 关键靠内力 是吧 关键靠自己学 业余时间自己学 18岁的时候 写了又写两篇论文 也是关于数学曲线的 哎 一个是关于螺旋线 还有一个呢 叫论弹性体的平衡 啊 这个 他的数学基本功就打得很扎实了 19岁的时候 哎 看这个 这个 他希望能够进一步深造 爱丁堡大学 这个 相对来说呢 就不如这个学校的 这个学院厉害 这个学校哪个学院 学校呢 叫剑桥大学 这学院叫哪个学院呢 三一学院 啊 Trinity College Cumbridge 啊 Trinity呢 就是三一学院 啊 College呢 就是这个大学啊 剑桥大学 College Cumbridge 他这学校 这个谁 谁是这样的啊 他的偶像 偶像是谁来着 牛顿 对吧 牛顿 牛顿呢 就是 他 我觉得牛顿 他厉害之处 就把天上的物体 跟地上的物体 他的规律 统一起来了 用数学方法 写了三个公式 啊 牛顿三定律 嘛 力学界的经典 后代的 后来的 就是教这个 经典力学 一说经典力学 离不开牛顿 是吧 就是 他的基本方法 包括他研究光学 色散啊 三棱镜什么的 那么他这个 麦克斯维来到这个 历史悠久 传 就是偶像班的学院之后 他跟谁学呢 这是他当时的老师 霍普金斯 霍普金斯 一开始也没注意到 这个麦克斯维 他 他 他有 他 他 去图书馆借书去 借那数学书 他老借不到 总是被人借走 很郁闷 他们管理员 谁借走了 麦克斯维 后来又又又又又又又 借了 你说借走了不还 好几本书都这样 那他得看看去了 是吧 这个 这这这这一般学生看不懂这书啊 这怎么回事啊 哎 一看麦克斯维 屋里 有点乱 是吧 哎 认真的去去看看 看这个 这个书呢 他 觉得这个 平直觉 这这这孩子 肯定 是个天才 哎 那么除了屋子乱一点 整体来说 这个能够看这种书的就不容易了 哎 那么 屋子乱没关系 收拾收拾 哎 就把这个杂乱的这个屋子收拾收拾 把这个学习方法收拾收拾 生活 理顺了哎 这建立一个比较严格的这个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 就是把这个基本功打得扎实一些 其实比什么东西都很重要 很重要数学的基本功啊 不过呢 他在他学习的时候 他的父亲呢 在他24岁的时候去世了 啊 那么他呢 就是他在这个爱丁堡 原来的爱丁堡的这个老师啊 发现马歇尔学校有这么一个工作 马歇尔大学有这么一个工作 就让他去 他当时呢 25岁 他到那儿才发现 他周围的这个同事啊 教授啊 全都50多岁 代沟很严重啊 代沟很严重 这一半啊 25岁那边50多岁 是吧 那不过呢 就说不到一块 但是也有好处 哎 跟他们说不到一块 能跟谁说一块 哎 跟同事的孩子 跟他差不多大 当时也有同事 是吧 他同事 那么他结婚的对象 就是他同事的孩子 是吧 同事孩子 他跟 就是俩一块在这个实验室里 做实验啊 做实验 他当时研究什么呢 他就 当时的研究 他不是研究流体什么的吗 研究这个土星的光环模型 就是土星不是有一个 那么一个大圈吗 就是围绕着光环 当时不知道这是 是是一个一个的 无数的小卫星 就是这样 就是你把它拉近拉近拉近了 看它是无数的小卫星 哎 它是一个这个弹性体的平衡的 这么一系统啊 说起来反正就是 就他证明了 他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大帽子 帽檐 大圆环 而是一个一个的小碎石头 这么一个一个一个情况 哎 他做了一些这个可调螺旋呀 后来呢 这个马歇尔大学和阿伯丁大学呢 合并 这个一合并之后呢 在自然哲学这方面 就还剩一个工作岗位 虽然麦克思维是比较出名的 但是呢 就是最终最终 他发现 哎 他就出局了 下岗了 那他呢 又又 怎么办呢 他就 经历了一个比较困惑的时期 其实他是挺牛的 哎 从爱丁堡一直到这个 剑桥 这都都是 而且发表很多土星光环什么的 但是但是 生活其实有的时候是很现实的 很现实的 几经周折 包括他去这个 想申请爱丁堡的这个 爱丁堡需要不是有他老温师的这个 这个教习吗 不过他也没有成功 是吧 就是 就是 反正总而言之 那段 后来几经周折吧 他在伦敦大学的国王学院找到了这么一个 国王学 伦敦 他跑伦敦去了 安定下来 终于安定下来 伦敦就是总舵 是吧 总舵就是英国首都伦敦 是吧 英国首都伦敦 他呢 开始这个 研究这个光 偏振光 研究光的弹性 他因为这个方面的内容 就是光的方面的研究啊 获得了伦敦皇家学会的奖章 成为了皇家学会的议员 Loyal Society Loyal Society 谁在伦敦皇家学院还有印象吗 哎 那么就是法拉第啊 是吧 法拉第比这个麦克斯维大40岁 大40岁 但是呢 这个麦克斯维小时候呢 就是听说过法拉第啊 也 他到了伦敦之后 他更是去这个伦敦学会 这皇家学会去听讲座去 这法拉第呢 他因为因为他小学没有毕业 所以他很多的时候都是用直观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的 有人说这个法拉第文章其实就是一个实验报告汇编 就是就是全都是实验 我这实验拿什么怎么做 最后什么结论 就这就这样的一个实验报告汇编 当时这个一些理论物理学家看到的法拉第这个都是一些实验啊 现象啊 表象这些东西 觉得他这也没有什么理论的研究啊 这个公式啊 这些东西 其实正好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理论功底 数学功底 微基酸啊什么的 很强的人去把这些实验结果推导出来 哎 这个这个人是谁呢 实际就是麦克斯维了 哎 虽然他比这个法拉第小了40岁 但是正是因为他们两个非常互补 麦克斯维他这个数学功底啊 对于这个几何啊 微积分呢都很熟悉 而法拉第呢 他的物理实验啊 他的这个这个总结的一些一些现象 包括他的一些电场线啊 一些概念都有了 这个时候他们 这个时候他们彼此 欣赏对方的才能 其实正是这样的互补 才有可能成为 就是在向上一层啊 有这么一句话吗 恒无欲以观其妙 恒有欲以观其叫 对不对 什么叫恒无欲啊 就是说你没有什么这个公式 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 你就你就去彻底的感知这个世界 而当你有了这个这个公式什么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公式去计算 然后呢 此两者同位之旋 旋之又旋 理论的之上可以有新的实践 实验之上又可以有新的理论 于是就不断的发展 认识就不断向前 那么呃其实法拉第并不是说只会这个实验 他也是有一些理理论的理性分析的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法拉第当时的这个文字哈 一些文字 当然还有他的图是吧 这是那个铜盘子是吧 铜盘子 哎铜盘子 把这个线导出来 这就也开始做一些基本的这个 这个电学实验 比如说对于库伦定律的验证啊 哎 库伦其实原理图都给了啊 但是他动作能力很强 就能够把这个赤怎么回事都给写出来 是吧 啊 包括这个电量单位比实验 这个这个实验其实我不知道是是怎么做的 只知道他叫电量单位比实验 旋转线圈 旋转线圈 那么经过了一些实验 包括他的一些理论的分析之后 他写了三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就叫论法拉第的立线 法拉第的立线 第二章 第二第二第二篇文章叫论物理立线 立线 立的线 是吧 立的线 立立 就是牛顿的不是有立吗 force啊 立线 第三篇的电磁场动态理论 Dynamical theory of the electromagnetic field 电磁场 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电磁场的这么一个一个理论了 再往后呢 这个麦克思维呢 其实感觉自己后边的就是说人其实是对自己是有一个感知的啊 感知就是大概他就是要做这个事 而且他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他就回家专门写书去了 写出一本什么书呢 麦克思维回家认真真写出这本书呢 就是 非常厉害的一本书 叫做什么呢 叫做电和磁 电学和磁学的一本通论 一本通论 首先呢 他就是回顾了这个以前的电学家跟磁学家 就是相关的这个前辈吧 库伦安培奥斯特法拉第啊 回回顾 但是就是电子学在法拉第的阶段还是停留在这个实验的阶段 嗯 能够看到现象 但是不可能永远停在这个实验阶段 必须要上升到理论 就要画图 就要写方程 怎么办呢 麦克思维干了这事 哎 系统的把这个电荷啊 电流啊 电厂啊 磁场啊 这些关系都理得很清楚 哎 包括他画的 这个 能不能看出这是什么 电厂的分布图 对吧 电厂分布图 电厂周围有磁场 是不是 哎 电磁场正交的 他就是 不 就就就 就是把这个 列出了方程来了 就是当时的 写的方式是吧 积分 二次积分 是吧 哎 从什么到什么的积分 他最后呢 把这个总结出了四个方程啊 就一个方程组啊 这四个方程 非常厉害啊 就被评为历史上最伟大的 十个方程组 第一名 就所有的方程组都加在一起 有十个是最伟大的 他是在第一名 但是呢 也确实是不好记啊 所以有的就会写在手上啊 这个帮助机啊 帮助机 那么 这个 说是不好记 但其实也得有方法 谁讲这个 讲得好呢 哎 麻省理工 有这么一位老师 Water Levin 啊 Water Le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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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讲的就非常好 不光是讲电和词 网上就可以搜到应该 讲电和词 讲振动语波 讲经典力学 讲音乐的各种声音 这都是现成了这个 这个课程 我觉得讲的比我是好多了 哎 想了解这个 这四个方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 到底是 是什么个意思 哎 听听这 这位老师讲的 非常好玩 非常好玩 那麦克斯维呢 就把这个 分子呢 就当成一个 涡旋的模型 简单来说呢 就是说 呃 这样的一个东西 有点像这个 一边是电 一边是磁 电变化了 可以产生磁 变化电场 产生磁场吗 变化电场 产生磁场 变化磁呢 又可以产生电 哎 你说电生磁 磁生电 彼此互生 传播开来 会不会有一种 东西叫电磁波呀 变化电场 产生了 变化磁场 而变化磁场 又产生变化电场 变化电场 又产生变化磁场 是不是就 电电磁磁往外 扩散开了 哎 这就是 电磁波的 一个最基本的模型 最基本的模型 而且呢 而且呢 他还把电磁波和光 综合到了一起 光是什么呀 就是光照啊 最简单 太阳光 他把这个照片啊 那时候是有照片了 但照片都是黑白的 但是他通过这个滤镜 就我这个 虽然是照这张 但是我只滤过来 滤进来红色的 我出一个红色的底片 那个只出一绿色底片 那个只出一个蓝色底片 那么他通过三个滤镜 出了三个底片 再通过这三个底片 把它合成 又成成了彩色照片 这其实是什么 这就是这第一张 彩色照片的名字 就叫彩色缎带 实际上做这事的人呢 叫托马斯萨顿 在这个照片之前 原本的三原色是红黄蓝 但是红黄蓝出来 效果并不好 慢慢逐渐逐渐 就是红绿蓝 包括我们现在 这个电脑的色彩模式 就是RGB RGB三个色带 怎么做来着 三个滤镜 先把光筛出来 筛出来之后 再合在一块 来剪出来 就是这个彩色照片 麦克思维呢 分析了电 分析了磁 又分析了光 他把电磁光 融在一起 这就是他提出的 电磁波的理论 他只是预测 有这么一种东西 可能是电磁波 但是真正 他也没做实验 试出来 就有这种可能性 而且他提出光 就是一种电磁波 实际上 他还真是 他预测对了 还记得他最早的时候 拿一个铁片 磨了小镜子 然后说 我捉住太阳了 我捉住太阳了 这回事吗 实际他真的 知道了光的本质 他真的捉住了太阳 非常强大 带领 人 这个方程组啊 其实是一个 非常强的物理基础 包括你现在使用什么 WiFi呀 手机呀 什么的 都是使用电磁波 都是在利用这些方程组 电磁波理论 最后呢 他喜欢这个之后 他就成立了一个凯文 迪许研究实验室 凯文迪士 凯文迪士 凯文迪士是谁呢 他是更早前辈 比法拉第还要早得多 法拉第的前辈的前辈 前前辈是吧 前辈之前的前辈 前前辈之前 前前辈之前 其实还有更前的 更前辈是吧 永远有更前的 他研究什么呢 比如说刚开始接触到莱顿平那时候 英国因为在海边 他发现鱼 有一种电摇 鱼电了之后和莱顿平电了之后 感觉差不多 所以他就造了那么一个 人造的电摇 他就 这凯文迪士呢 不但是个物理学家 还是个化学家 物理学家 化学家 最开始本是一家 是吧 就是包括那个杂志 都是物理与化学与物理学年间 所以都是一家 包括数学 其实最开始也没有数学这个学科 就是最开始任何学科都没有 就总是那么一个混沌一体的状态 这是比较根源的 但是他逐渐就需要有的学科 不断的需要深化 不断需要具体量化 精细 但是永远要记住 那个根源是什么样的 根源我觉得是很重要 当然你也要有深度 有人很有深度 有人很有广度 这都是挺好的 那么化学家做什么呢 就是用铁和锡溜酸反应 制作这个可燃气体 我们今天都知道 铁和锡溜酸一块就出什么了 出氢气 对吧 用排水集气法 把这个气体呢 处理 再把这氢气和这个空气混合 在混合的过程中 然后把它烧了 烧了之后 发现这个容器上面有水滴出现 而且大致是消耗了五分之一的氢气 空气 就大概是一个氧 可以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氧气在空气中的比例 是什么回事吧 他还测了地球的密度 地球的密度 那么这说的是什么 开文地市开文地市啊 这就是就是 麦克斯维不是这个办了一实验室吗 这实验室是什么 开文地市实验室啊 是麦克斯维的前辈的前辈的前辈 那么麦克斯维呢 最终呢 其实在他48岁的时候 就死于这个腐腔的一种癌症 他的妈妈其实也是在同样的年龄 死于同样一种病 他发现了电磁波的存在 但是没有证明 没有通过实验的方式来证明出他来 这个时候 理论物理学家又需要实践的 能能够动手的实验的物理学家了 所以他总是这样 这个横无欲以观其妙之后 就会横有欲以观其教 横有欲以观其教之后 就会横无欲以观其妙 是吧 就是玄之又玄 动手的人 他发现了很多各种各样怪异的现象 但是他又没办法去把他 当然有人他既是实验又是物理 又是理论了 他没办法把它变成公式 变成方程组 但有人做成方程组之后 他预测了一些事情 又没有人把它 又需要人把它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能够实验验证的东西 他就是不断的这样在周期 就像电声磁 磁声电一样 不断的存在 那么真正说 麦克斯威预测了有电磁波了 谁真正开始做出来 做出发射机 做出接收机 把这电磁波做出来 收到了呢 证明电磁波真的存在 谁做这事呢 咱们下次 下次啊 也不一定讲得到 因为这个 从理论到实践 其实很漫长的 咱们只能说 这次先到这里 谁 谁这个 真正把这个实验做出来呢 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